接下来法定法师好好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禅代表佛的法姓生 在佛教修行中有升堂和禅堂 升堂和禅堂都是打坐修行的地方 在升堂里可以打坐、吃饭、睡觉等 行使一切修行之事 但是在禅堂却有所限制 一心甘露水经社助持 法定法师帮我们解释这个道理 禅堂他所修的方式 就是指指我们的心 见我们的性 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心 就是法性心 在经典就叫法性身 那这个法性身 它本身是一种空性的心 不指责的心 那你在禅堂里面要找回这种 扁体的佛性的法性身 当然你就要进入那种空性里面 不指责的空性里面 只要念心有所执着 那就都是错误的 所以说在禅堂里面它有一个规矩啊 它是不能在里面念佛号的 它要指指言心啊 那如果以修行来讲的话 以参禅来讲的话 它是参画头 然后抱着这个画头 连画尾都不能起来 所以它就定在这个画头上面 这个余情上面 报日报夜 日积夜蕾 报到它有点忽然悟到这种 清静的法性身 而进入那种究竟解脱 所以在禅堂里面 它是属于直接修本体 所以它演一切像 还有演一切用 所以它不能念佛 念佛属于像和用 因此不能在禅堂里念佛 而心经是属于空性的开悟道理 因此有些禅师 会在打坐前送念心经 让心保持空性的正念后 再逐渐进入参长无我职的修行 法界新闻 刘明明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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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